好,聽得到我講話嗎? 好,那我就開始講今天的課程 好,今天的課程是要講STL容器 然後STL容器看到全名叫Standard Library Container 就是包含在標準韓式庫裡 C++已經是做好的容器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寫太多的層次 就可以直接把他寫好的功能直接拿來用 那什麼是容器,你可以把它寫成就是裝資料的工具 目前應該如果還沒有往下學的話 可能現在只有正列這個東西可以拿來裝資料 還有一般的變數 但是STL容器可以達到一些其他的功能 例如說他可以動態的規劃記憶體 不像直播你用指標去動態規劃記憶體的話 你會發現你要存取一個資料 你要一直跑跑跑到最後 你可以直接拿那個東西 然後甚至他可以自己把自己排序好 然後等一下要講解內容很多 所以我會傳這個連結 這連結裡面講會比較詳細 然後我等一下可能會 我可能會使用 我會使用 案例來講解 基本的 他的使用要怎麼使用 然後他的功能 非常非常多 然後也有非常多的函式可以用 所以我講到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全部都使用過 有些東西還是要稍微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有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一些 找他的原本的來源 他有一個網路上有一個很好用的資源 對 這個連結裡面點進去 他是英文的 但是他裡面有 C++裡面 所有有支援的東西都列舉在上面了 好 但在開始講容器之前 我要先講兩個概念 第一個是疊代器 第二個是型別模板 那疊代器你可以想像成就是正列的元素 那為什麼要叫它疊代器 因為 因為你後面的容器有各種不同的功能 但是他不同的功能 不一定會像正列長的那樣 所以他需要自己定義說自己的元素要怎麼存 像是這種概念 所以不同的容器會有不同的裝法 會有不同的存法 也有不同的存法 所以 我們需要用到不同種類的疊代器 那他聽起來很難懂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一個一個元素就好了 所以 因為儲存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有些東西不像正列一樣 可以直接拿到疊代器 有些東西不會 它不會支援這種操作 所以我們把可以支援這個操作的東西 稱為隨機存取 因為我可以隨機的去存取某一項東西 好 那型別模板的意思就是說 等一下宣告的時候會有一個 可以解釋一下 我會解釋一下什麼是型別模板 簡單來講就是說 它會拿 因為他們的開發者不可能把所有的型態要列舉出來 因為型態也太多了 甚至你可以自己定義型態 那 既然發生這種事情 它不可能把一個一個列舉出來 所以它就使用一個叫型別模板 它的功能就是 當我在使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會去 拿這個型態底下的東西來使用 例如說 它排序的話 它就會拿這個型態的小魚來使用 例如說我傳INT 它就會拿這個型態的小魚 如果我傳 自傳它也會拿這個型態的小魚 如果我定義我自己的東西 我只要定義一個小魚 它就可以拿它用了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怎麼樣開發一個東西 具有型別模板的功能 你可以再詢問兩隻 好 這是第一個容器 是Vector Vector 直翻之後向量 但是它跟向量不太一樣 它的概念就是 可以變動大小的陣列 所以 它在Vector的這個 這個 標頭檔裡面 然後 剛剛提到型別模板就是 Vector在宣告的時候 用個 小魚跟大魚 掛起來 中間放 你要放什麼形態 然後 預設起來 預設起來 宣告的時候 裡面就是空的 然後接下來 我把Vector後面 可以要 implace back 或是 push back都可以 然後 就可以 丟一個元素 在Vector最後面 然後接下來下一步是 把Vector size改成5 可是 Vector size改成5 這邊的元素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沒有定義的 所以我可以 在這邊打一個問號 因為我不知道它元素是什麼 然後push back 就跟剛剛提到一樣 它跟implace back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效果 可是 講述本身會比較常有implace back 因為它 比push back還要快一點點 然後所以它這裡會push back 所以現在Vector size是6 然後Vector還支援隨機存取 所以我可以 直接找Vector第二項 跟陣列一樣 這是第0項 第一項 第二項 所以它把它改成30 然後我一樣可以把Vector給清掉 所以Vector 之後清掉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接下來就是第二個範例 Vector也可以透過這樣定義 那我一開始就會是 10、20跟30 然後接下來Vector點front等於50 所以我會把 front就是指地零項的意思 這個front就會變成50 然後 Vector點back就是 就是 我的最後面這一個 會變成40 然後什麼是Vector點erase Vector點erase Vector點begin加1 Vector點begin會回傳 頭的這個疊代器 就是 疊代器要怎麼想像 你可以想像成 我們在學指標的位置的時候 正面不是有個 A加1 你可以把Vector的疊代器 想像成那個東西 所以 Vector點begin 意思是指向這個元素的疊代器 加1 就是下一個元素的疊代器 所以 原本是這個元素 所以我把它erase掉了 那 注意 erase掉這個 東西的始作方法有點類似 我把這邊拿掉 然後後面東西全部往前半 所以 我會 這邊只有一個元素 如果後面一大串元素的話 它會動到這一堆所有的元素 可能時間效率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然後 Vector點insert 就是 我在begin加1 就是 原本是40這個位置 然後它insert的運作 是把當下的位置加一個值 所以 它會加一個70 它跟erase一樣 它會把後面的值全部往後半一格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好 所以基本操作就是 你可以想省掉就是 一個陣列 然後它的尾端的大小是可以變動的 好 那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那個連接 這邊對應到那個連接裡面的 動態陣列 Vector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要繼續講下一個東西 Template嗎 好 Template就是 如果你沒有學過class 或是 struct 就是class可以定義一個 class跟struct的差別 比較像是 class有東西叫做 public跟private 就是 我可以宣告一個結構 這幾個應該稱為 類別吧 然後class裡面可以分成 只有我本 只有我可以存取的 跟別人都可以存取的 所以我有 public跟private 那private就是私人的 這樣private可能可以藏些 密碼之類 就是自己的金鑰之類的 然後拿來加密 那template是怎麼運作 你就 可以選擇 template 然後類型 例如說 ntisize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會 然後後面接一個struct 或者是size的時候 它就會像是 它就會像是 vector前面的這個樣子 然後 變成我們在宣告一個 我們在宣告一個 我們在宣告一個 正列的時候 我們就 假設你的struct叫做 那 我在宣告這個arr的時候 就需要講arr 之類的這種東西 就是template的功能 那所以template就是提供一個模板的概念 然後這個模板 會用在下面的 其實也可以用在函數上面 函數 然後 函數 那 後面 is stream 就是 你可以想像是seeing這個東西 然後 我去定義它的 輸入 所以它是 兩個大語 然後 後面是規定的因素 那注意這邊的vector 我不是用vectorrnt 不是用vector什麼 我是用vectort 那因為t是前面所定義好 它概念是 我seeing一個vector的時候 我會把vector的每一個東西 都按照t這個東西是怎麼輸入的 把它輸入 所以它概念有點像是這個樣子 好 有 還有什麼 我沒有講 就是我沒有講到 我是想要問的地方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要講下一個結構 下一個容器 下一個容器 比較簡單 就是stack stack就是 stack就是一疊東西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一疊輸 這些輸都很重 我只能操作最上面的元素 所以可以支援是什麼呢 stack就存在stack裡面 stack可以push stack只能支援push 那我的push是從上面丟進去 然後stack是不支援隨機存取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成這個是尾端的話 stack有點像是 只能從尾端丟跟刪掉東西 所以我有push跟pup 然後我可以儲存stack 這一疊輸最上面的東西是什麼 我用tap 那注意使用tap並不會把它pup掉 所以我呼叫兩次tap 我會得到一樣的東西 我必須要pup掉才會得到下一個東西 然後你可能會想 其實vector也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而且速度上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那vector還比較好 可以丟後面 然後 可以丟後面 我可以隨機存取 我還可以插入刪除 所以 stack其實 講師本身會都用vector 也有曾經有人都使用stack 但是 stack 可是vector有時候會快一點點 所以 有人曾經被這件事情卡到過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stack本身沒有vector那麼有效率 那 還有一個是Q stack跟Q不一樣 因為Q就是一堆人在排隊 我可以從後面加一個人 或是從前面拔掉一個人 所以Q就在Q裡面 然後 這邊Q跟stack都跟 都跟vector的宣告方式很像 就是Q 然後我要什麼形態 那Q的概念就是 一樣是push跟pop 但是push是從後面丟引去 pop是從前面拿出來 所以我可以front就是 當 這些排隊的人裡面 最前面那個是誰 所以我這邊 使用front的時候 我會 存取到最前面這個人 然後我把前面這個人拿掉之後 Q點pop之後 裡面應該是20跟30 所以最前面的人是20 這兩個容器應該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 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如果 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要往下一個 下一個 東西 走 好 還是沒有 下一個容器 下一個容器是deck 我會唸它的deck 就是這個字應該唸做deck 它這個簡寫叫做double ended queue 就是兩邊都是 兩邊都是queue的概念 所以兩邊都可以插入跟刪除 重點是它很強勢還支援隨機存取 然後 但問題是 較vector稍微慢一些 但是功能比vector還要強大 那為什麼 stack跟queue 會比vector稍微慢一些些呢 因為stack跟queue的背後 其實是 用 抄deck的東西來實作的 所以 剛講到的 剛講到的queue跟stack 其實背後都是deck在做事 所以deck是 支援他們的 一個 一個容器 然後deck使用方法很多 我有pushfront pushback 然後push 然後 我可以存取front跟back 我還可以popfront也可以popback 甚至還可以隨機存取 但是 之前隨機存取的注意點是 它是從前面開始往後數的 所以之前pushfront 現在從前面丟進去是10 從後面丟進去20 我再從後面丟進去30 然後從前面丟進去40 所以現在頭是40 尾是30 然後我也pop掉 頭的話40就被拿掉 所以現在12是30 那front是第一個 dq的第一項 就是這邊是D0項 這是第一項 所以輸出20 然後這邊是洗衣體 就是 看到TO界線有沒有好 我TO界線好了 所以 你可以做做看這幾題洗一體 那這幾題洗一體 當然不是所有都 不是所有都一定要ST要解決 要別的解決方法 然後我可能等一下會講一下 那如果有等一下會講這幾題的體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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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Braglet 然後第一是Sequence 就是 標準括號 序列 那什麼是標準括號序列 例如說 例如說這樣就是一個標準括號序列 那要怎麼樣 那要怎麼樣 確定它是一個標準括號序列 有一個比較不嚴謹的方法是 比較不嚴謹的方法是 把所有的空格都 所有的空格都塞進一 所有空格都塞進一 然後這邊塞進一家 如果是這個情況就塞 如果是兩個括號長這樣這樣 就塞一個家 塞一個家 那如果是 兩個括號長這樣這樣 就塞一個1 那如果塞進去的數學是 是 滿足條件的 我就稱它標準括號序列 那要怎麼 做一個標準括號序列 要怎麼判斷它是不是標準括號序列 其實可以看 如果你的條件是判說 左括號跟右括號是不是一樣數量 那這樣顯然不對 因為這個就是第一個反例 它不是一個標準括號序列 但是它的主括號跟一個括號是一樣的 所以 這裡有個stack的策略 就是 例如說 這個序列的話 總算是標準括號序列 我就把它一個一個丟進stack裡面 只要形成一個完整的括號 我就把它刪掉 所以它的概念會先 先是一個 左括號 然後一個右括號 這時候它是一個標準括號序列 所以我把它刪掉 然後接下來到這個字圓 所以是一個左括號 然後一個左括號 接下來一個右括號 這是形成一個序列 所以把它刪掉 然後一個左括號 再一個右括號 然後這裡也形成一個序列把它刪掉 然後這是右括號 所以把它刪掉 然後為什麼這樣做是可以的呢 因為 在標準括號序列裡面 刪掉任何一個標準的括號序列 都會是 還是合法的標準括號序列 如果刪掉這樣 我刪掉 這樣 我刪掉這樣 所以不管怎麼樣刪 它一定都會是 都會是標準的 所以 可以用stack來實作 然後它的實作法 首先我要include stack 然後假設第一行是int表示長度 然後第二行是一個自傳 所以我現在需要一個stack int叫做st 它會先 輸入這個數量跟 輸入這個次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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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樣子就是 好 括號序列的功能跟用途是什麼 呃 括號序列只是一個象徵 就是 它的標準問題 它標準問題都可以像是一個括號序列 那它的實際實際功能跟用途的話 我可能有如果有遇到的話會會比較好講 那例如說第一個可能是 例如說TIOJ的2051 那如果你 你仔細看的話你會知道你想要做的事情是 而自己可能現在還沒有辦法實作成很成功 因為 它的概念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元素一定是括號起來 括號起來的 所以 它可以判斷一個括號序列是不是合法 或者是 或者是有像是這種可以對銷的可能 例如說你可以看 剛剛 連結最後一個 343B 這題其實跟 括號序列也有一點點小關係 就是 建議大家還是自己想一下這題到底要怎麼處理 它是 它是一個基本問題 所以 它有很多很多的衍生 可是 講師現在沒有什麼實際的例子 所以 如果大家有遇到的時候 我會再稍微提到一下 然後把它拿來跑的時候 我就說 欸 OK 它不是標準括號序列 我 會看yes 那 它的 如果這邊有注意到一點是 當我ST 能夠 我的stack能夠成功push0進去 它帶也消不掉 那它就不可能是空 它就一定不是掛號序列 對 對 就是 這個問題 好 那 有人寫出 TIOJ1012Rails這一題吧 如果有的話幫我舉一下手 有嗎 TIOJ1012Rails 好 那 需要講解嗎 還是 要再想一下 要再想一下的 幫我舉一下手 OK 好 那 等一下 等一下 10點半的時候 我再 講解 就是 TIOJ1012跟 另外一題是 CodeForce 343B 好 然後現在時間就 加油 繼續想這些題目 好 10點半了 我要來講解一下 呃 TIOJ1012Rails這一題 那 先問一下有沒有人 這一題拿到AC的 有嗎 好吧 呃 看 看起來沒有 那我先提示 就是 也是 我先講一下這一題的概念是什麼 他意思是說 我現在在 列車現在在A的地方 一開始要講 像是1234567到N 這個順序 然後現在可以做三個操作 把A開進A部分的列車 一節一節開進車站裡 所以我可以把 1開進車站裡 然後2開進車站裡 然後2開進車站裡 3開進車站裡 然後我也可以從車站開到B這個位置 所以例如說我可以把3 開到B這個位置 然後把2開到B這個位置 好然後把4也開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開到B 5也開到這個位置 5開到車站裡 但他有個條件是 呃 當我在車 當我在 當我可以把車站裡的車開到 維修鐵路上 你就說可以把1開到維修鐵路上面 但是這個時候我就不可以再進去 沒拿一台車 所以可以得到一個小結論是 如果我要把車站裡 可能堆了一堆車 我要把中間某個挑出來 我的步驟應是 把上面的全部開到維修鐵路上面 然後把那一台開到B 再把維修鐵路的所有列車都開回來 然後我才可以開心的列車進去 所以提示是要怎麼模擬這個過程呢 可以呃 再等 我再等10分鐘 然後 等一下如果還是 等一下如果有人 呃 如果有人 有人AC的可以 講一下他的做法 那 然後我就會講解這 不然我就 我就會講解這題的做法怎麼做 好 呃 大概10分鐘過去了 然後我來講一下 有人得到AC了嗎 好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那我來講一下 這一題要怎麼做好了 那 這一題的概念就是 就是 那我講到B的性質是 那我把車從 A地方開到車站裡的時候 我一定要 先把維修鐵路的車全部搬回車站 所以 考慮這一組幾的話 我會先考慮3 可不可以搬到 可不可以搬到這邊 那3要做的話 我一定是 呃 第一步一定是 把他們全部都搬到車站裡面去 所以 我可以記錄一個值 表示 呃 要是我可以 先把12345丟進A這個Stack裡面 所以A的頂部這個值 因為車站不可以開回來 所以A頂部的值 一定要嘛就是被放好 不然就是在車站裡 也不然就是在維修鐵路裡 所以我先考慮3 因為 呃 先考慮3 第一個元素的時候 A的頂部的值是1 所以我一定要把123都開過來 所以我就開始不斷的把車 開到車站 直到開到3為止 然後我就一口氣把3 開到3 開到車站 再開到B這邊 然後現在A的頂部是4了 考慮他的頭是2 那他的頭是2 他一定是在車站裡嘛 所以我就來考慮車站可不可以把2 翻過去 那不行的 那2的情況 1是2在這邊 那如果2前面還有東西 那假設這邊還有 假設 假設這邊可能還有 4 5 6 等等 我就需要把車站的頭 這邊全部先開到維修鐵路上 然後看看維修鐵路能不能容納下去 然後直接把2開到車站 再把XB的地方 然後再把這些全部搬回來 所以大概就像這樣模擬 當維修鐵路滿了 當我需要塞到維修鐵路的時候 就表示這一組也不行 所以大概的模擬方法就是這樣 所以我需要一個Stack 一個Stack是車站 然後一個Stack是維修鐵路 用來暫存那些開出去的列車 那總共時間複雜度是多少呢 假設維修鐵路超大 然後我需要 我需要從 那這樣的話我最多只會把 所有車站裡面的車都移到維修鐵路 所以我一次 所以最壞就是每一台車都移動 N-一個車 N-一個車 所以複雜度應該是OM平方 那在這一題的話 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這是一題經典的Stack 的題目 所以可以 就可以去考慮去 寫下這一題 然後 等一下11點的時候 我會講Codeforces 343b 要怎麼做 好11點了 所以我來講一下這一題 Codeforces 343b 它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我加跟減 然後 然後它的條件是 我們在不剪斷這條線 也不移動 四個固定短點 就是 這個加 這個減 這個減 可以把這個線 給解開 對 把這個線給解開 然後我可以先發現一件事情是 一個小小的觀察是 如果它的次數是激數 那它一定是加減相反的 那這樣怎麼樣都解不開 對 然後 是激數的情況 那如果是偶數的情況 那就要考慮說 我可以把它解開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 是先 兩個都是正的 我這兩個都是負的 那顯然我可以 顯然我就可以把它解開了嘛 那所以 假如我目前 假如用一條線表示 我目前做到哪裡 那我一開始做到第一個解的時候 我就把它丟進 丟進我的 Stack裡面 然後記錄它 然後我在丟進這個Stack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 因為我們 相鄰兩個 就可以把它解開 那解開之後它就會是 兩條線 兩條線就可以忽略 直接把它跑掉 所以它的情況就是 情況就是 能夠解開條件 能夠解開條件出了 只有兩種狀況 這是第一種狀況 那第二種狀況就是 這樣 我的藍色在上面 都在上面 我的紅色都在下面 所以我可以用一個 我可以用個Stack去維護這件事情 當我遇到同樣的元素 我就把它pop掉 不然我就把它丟進去 然後這樣做的話 最後如果是空的 表示它是解開的 如果它不是空的 它就不是解開的 所以這題也可以用Stack 輕鬆的維護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 瓜號匹配的一種 一種變體 只是它是自己跟自己匹配 好 然後甚 因為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這個部分的練習題 通常都是Stack 跟Deck的練習題 原因是因為 Vector的話很常用 大部分的題目都可以用Vector 所以這裡就沒有特別放什麼Vector的練習題 那Stack的話 Stack的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結構 就是 這個算是一種資料的結構 因為它是哪一層資料 它是一種 第一個 應該是學生師第一個會遇到 比較特別的資料結構 它有很多 不一樣的問題可以處理 那Stack就是 Stack的增強版 所以它當然也可以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Cue的話 Cue可能要等到 應該是明天吧 明天會學圖的便利 BFS跟DFS 會用到Cue這個東西 因為Cue在普通的 普通的題目裡面 比較少出現 因為它的經典題不多 而Stack的經典題就比較多 那 我會再切回去 剛剛的畫面 就是剛剛簡報裡面的例題 那剩下的時間 就讓我們連練習這些例題 這些例題差不多都是 利用這種相同的概念 然後除了 第二題的話 第二題是 化學元素分析 應該一題可能 現在還沒辦法寫 因為它有一點小複雜 但是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不用輸出每個元素的樣子的話 可不可以 就是可不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那下午會交另外一個資料結構 只要搭配那個資料結構 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大家都回來了嗎 下午的 下午的課程要開始 下午的課程也是繼續講 STL容器 因為它的容器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 我們還有下一個容器是 Priority Queue 然後 這個容器有什麼功用 它可以在長數時間內找到最小 或是最大值 一次只能選最小或最大其中一個 而且在OlogN的時間內 插入 拔掉最小或是最大值 這個最小跟這個最小 只能同時是最小 或是同時是最大值 也就是說 這個Priority Queue只能 只能支援一次找最小或一次找最大 不能同時找兩個 它的使用是這樣 Priority Queue在Cue裡面 然後 然後要注意這件事情 並沒有標準當中Priority Queue 它是在Cue裡面 所以Cue裡面除了Cue還有Priority Queue 那它的宣告方法就是Priority Queue INT 然後PQ這樣 那Priority Queue的概念像是這樣 我會push10進去 然後push30 push20 它裡面的元素不會像這樣一樣排序 但是就是表示說 它沒有這些元素 然後它會先 tub一樣會丟出最 預設會丟出最大值 然後pub會丟出 會丟出最小 會把最大值拿掉 然後 所以 我要pub掉之後 突然拿到最大值 然後 Priority Queue這邊 使用上很簡單 只是有一個compare function的問題 之後會 等一下連同set跟map講完之後 會講一下什麼是compare function 那set跟map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東西 因為 set跟map這個家族 總共有八個人數 它可以支援在logn的內插入 查詢某個值是否出現 而且維持自排序 而且還沒有重複人數 所以假如我插入12234 它會自排序成1234 因為二重複了 那set是純粹記錄值 map是對於某個key去做排序 而每個key會帶著一個值 那同時 除了set跟map 我們還有 相同元素的multi版 就是multi-set跟multi-map 它可以允許有多種相同元素 而且以另一種方式運作 on-order版 on-order版是插入查詢 都在平均均坦是all one 然後 但是缺點是它沒有自排序 然後另外還有on-order-multi-set 跟on-order-multi-map 還有普通的on-order-map跟on-order-set 那這邊只會講到set multi-set map還有on-order-map的使用 因為其他使用頻率相當低 講師我本身完全沒有使用過其他的 就是 這個 set會insert10 30 20 20之後 出來的狀況是10 20 30 那20這邊是 因為重複了所以沒有 然後st.front 就是剛剛講到的疊代器 set跟map 尤其疊代器很重要 但它不能隨機存取 所以我要存取某個元素 我只能用front 然後一直加加 一直加加 一直加加 往後加到我要的東西為止 我不可以加一加二 這是不被人取的 然後它 這個 信號有點像是指標的概念 就會取得值 所以set.front 的值 就是這個 等一下 好像 這邊有寫錯 我打在表現室 實際上應該是set.begin 不是set.front 這邊有打錯 這邊有打錯 那它會輸出0 因為沒有40 那set.count 30 會輸出1 因為這個set沒有30 然後可以 erase 掉set.find 20 我就把一個20拿掉 那set.erase.find 40 因為find如果沒有找到 會回成set.end 所以這樣就會導致出錯 所以要注意 erase之前要先知道有這個值 那map的使用呢 map就要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剛剛說的key 就跟set的概念是一樣 它是拿來排序用的 第二個int是它的值 那map的概念就是 map可以像正列一樣直接儲存 這樣它就在10的地方是1 20的地方是-100 那我可以把10的地方再改成0 那如果存取一個沒有存在的地方 它會輸出預設值 像int預設值是0 那map現在 而且map會新增一個人數 所以會多出這個人數來 那cout.map.size 也可以得到map的大小 set也可以這樣做 set是 它會推傳出這個大小 那像這樣有一個人數 兩個人數 然後這邊有三個人數 所以總共output3 那map.erase.map.find10 會把10這個人數拿掉 所以只剩下兩個人數 等我一下 好 剛剛出了點小問題 好現在修好了 這是multiset的使用方法 multiset會有多個人數 所以multisetintst 就是我會定義一個multisetint 那它跟set不一樣的是 那我insert20的時候 它會有兩個20 那set.m 這邊是begin set.m begin才對 然後 它會回傳第一個值是10 那我count40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 所以我會output0 那如果是count count20的話 count20的話 我會output兩個 因為這裡有兩個20 這邊寫錯了 然後 如果erase.find20的話 我會 erase.find20的話 我會把其中一個20給拿掉 那如果 再insert一個20 它會得到這個樣子 如果我直接呼叫erase20的話 兩個值會一起不見 multiset的erase 如果直接給它指定值 它會把所有 像所有的元素都 刪掉 這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是onOrderMap 這裡是 等一下 onOrderMap跟Map一樣 這要放兩個 要放兩個int 那邊有寫錯 這邊是兩個int 然後 一樣跟GunMap的操作 只是它是在 常數時間下 這邊有提到 在常數時間下 但是 有一個風險是 因為Map的運作原理是 丟進一個函數 然後 它可以讓它 砸湊出某個值來 然後在這個值上面做事 所以如果 是有方法 可以故意炸掉這個Map的 讓它每一次 不是O1 是On 所以我插入N個 就會變On平方 所以要注意這個問題 好 然後 這邊是 set跟Map的 系列體 還有PyreGQ的系列體 那 你們可以先 看一下 等一下我會把 簡報修好 然後 重新傳一份好的 上去 等一下 然後兩點的時候 我會來 一一解釋這些系列體 要怎麼做 呃 那個 對 發現題目裡面需要這個東西 所以 呃 等一下1.20的時候 我要講一下 怎麼寫 compared compared function 對 會 發現立體裡面好像 就類似CT裡面好像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所以 等一下1.20的時候記得回來一下 我要 我會講一下 compared function要怎麼寫 好 我 剛剛的 compared compared的東西其實就很 其實就很夠用 然後 有兩個使用方法 第一個是 可以compared一個 假如我要從 set我要從小到大 我可以用 lessint 那 像 這個就會預設是 預設是lessint 那如果我要大到小 我可以把less改成greater 那 這樣就會是 從大到小 就是有時候 不一定是 要從小 從小到大 從大到小 之類的 那我們可以用 這兩個方式來 宣告 第二個方式是 比較 多人常用的方式 是 我先創立一個struct 然後 我要寫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固定的 叫做bore operator 意思是說 他會呼叫說 這個compared struct的 加上一個括號的情況 那這裡就是寫我要的函數 要注意這裡括號有多一個 因為這個括號的意思是 它的運算源 就是 運算子 就是 有兩個括號 第一個括號要是空的 這裡要記得 所以如果你寫 這些operator 這樣的話 兵器會爆錯 它不會跟你過 所以你要寫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只要set int compare struct 就可以了 那這樣就可以完成 第一個 就是 第一個方法 用來自定義 排序順序的 那 第二個方法比較麻煩是 如果我寫一個 只寫一個function 我不想用struct 我只有寫這個function 那我可以set 加上這個東西 declare type 然後一個這個東西的reference 然後我前面要再加一個 前面這邊括號要再加一個 後面這邊要再加一個compare function的括號 這樣才會達到效果 那基本上 我不常用後面這個 我都是用前面這個 因為前面這個比較常用 就是 用一個struct 然後直接compare 那像是這個例子 如果我沒有加這個compare struct 一般的set是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所以 一般的set是由小到大 所以它會是 它的begin第一個人數會是1 那如果加這個 加這個compare struct的時候 它會變成由大到小 所以它第一個會是3 然後同樣的東西也可以用在priority queue裡面 這是priority queue比較特別 因為我還要定義它是怎麼裝的 所以我這裡要加一個vector 預測是vectorint 所以我要幫它加回去 然後現在是compare struct 這樣才對 然後這要用push 那你會發現我是由大到小 那為什麼它會輸出E呢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priority queue的預設條件是 預設條件有點不一樣 它預設條件是由小到大 是less 但是它是輸出最大的東西 所以priority queue的 這邊要注意一下 priority queue的compare的順序 跟其他人會完全相反 就是因為它內部實作的關係 那如果怕會出問題的話 我的方法是priority queue 你就先本機跑一次 這個東西會怎麼跑 那你就可以確定你要是最大還是最小 那基本上它的寫法就是這樣 然後我會把洗衣體的列表放在聊天室 然後你可以去寫寫可以去練習這些 等一下兩點的時候我會 我會來講解這些題目 然後STL其實還有一個小部分 就是還有一些 而且還有一些非STL的小工具可以使用 然後講完這些題目之後 我會把這些小工具跟大家再來介紹一下 因為這些小工具雖然不用好像也不會怎樣 你還是可以寫出你的程式寫得很順 但是這些小工具拿來用的時候 在你的程式寫起來會比較順 而且比較快 好我來提示一下這些題目的做法要怎麼做 這一題是TLJ250 然後它的概念是我要支援兩種操作 另一種操作是編號為I的參賽者得到X分 另一個操作是靠第一名的參賽者X分 也就是說我需要知道那個人是 然後最後要輸出所有人的分數嗎 所以可能會想Priority Queue 因為我要拿低名的參賽者 可是你用Priority Queue你會發現說 我們要把支援D這種操作 把編號為I的參賽者得到X分 那要怎麼處理呢 所以你可能會考慮說 如果要支援這樣的操作 我們可以用一個set來處理 那用set的話我可能需要一個struct 那這個struct可能裡面要放一個int 代表它是第幾位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個分數 那我要怎麼知道我的ID跟分數之後 我要怎麼處理第一種呢 然後注意一點是set不支援 把當下的元素改掉 所以不能改掉怎麼辦 那很簡單 我就把它刪掉再重新丟回去就好了 所以編號為I的參賽者得到X分 然後總共有這麼多個參賽者嘛 所以我們可以開個陣列去 去記錄大家的分數 去記錄大家的分數 記錄大家的分數之後 我要怎麼樣找到那個人呢 那這個就讓大家先思考一下 要怎麼找到那個人 要扣分 要怎麼編輯一個人呢 那就是把它刪掉再丟進去嘛 然後最後一個是 要輸出所有人的方法 那輸出所有人的方法有兩種 先回到編輯器 第一個方法是從 還是我有個set 那我要怎麼樣做 我可以從 Auto Auto就是指說 Auto只能用在一個條件是 當我的這個變數被宣告的時候 就知道它的類型是什麼 我就可以用Auto 那這裡為什麼要用Auto呢 因為可以看它的 好 Insert 那可以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我要寫成這個樣子 原本如果不用Auto的話 我要寫這個 那這個東西太長了 通常不會有人去 背這個東西 所以 通常不會寫 不會寫成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東西太長了 所以假如它可以自己辨識 我就可以用Auto 那 set的疊代器要到下一個 我可以用 加加 這個疊代器 然後最後的條件是什麼 當我的set 是 當我的這個疊代器 是 set.end 那end是什麼 end就是最後一個人數再往後一個 所以當我 到這個end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挑出來 好 取大值 足足 這是一個便利set的方法 對 對 那這樣就會把它全部輸出 但另外一個方法是 剛剛有說 維護所有人的分數 用一個正面維護所有人的分數嗎 那也可以直接按照那個正面輸出就好了 然後 下一題是 TOJ的297 然後 然後 TOJ297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两种的印表机 那一种印表机比较慢 一种印表机比较快 然后快的人要给优先权越高的人 然后慢的人要给优先权越低的人 然后所以那这题要怎么做呢 我要同时知道最高列印优先权 跟最低列印优先权 所以这题也可以直接用SET去维护 那最高优先权的会是SET点比例吗 应该说最低优先权是SET点比例 那最低优先权是什么呢 刚刚讲到SET点END SET点END是最后一个东西再往后一个 那所以如果我要往前的话 我就剪剪SET点END就好了 我就把它点点 它就会跑到前一个 SET跟MAP都是这样 如果加加就可以往后一个 剪点就可以往前一个 那要注意它好像没有保证 它好像没有保证说 列印优先权不会重复 所以要注意到 可能要用MULTI SET去写 然后是ZJ的D713 那D713这题它的意思就是说 给你一个序列 然后我要一起加进去 然后我要问它的中位数 那它的中位数要怎么处理 你们应该有学过中位数 有学过的话帮我举个手 OK好 那你们应该都有学过中位数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意思就是很单纯 我要求中位数 那如果中间有两个数字的话 我们知道中位数的定义是 如果是偶数格的话 我要把中间两个数字除以2 如果是基数格的话 如果是基数格的话 我就直接输出中间那个人 那我要怎么知道中间那个人是谁 我用SET的话有个小问题是 SET目前MULTI SET 从中间直接拿这个人是谁 那所以我考虑 这题有个很酷的做法 我考虑一个阵列长 像是这个样子 那我中位数就会是中间这个人吗 或是两个人 那所以如果现在是基数格 我就可以记录现在的中位数是谁 如果现在是偶数格 那我就记录现在的 我就不需要记录这个人 我就拿这两边 这边最小的人跟这边最大的做平均 那问题是插入一个人要怎么做 你可能每次都瘦蛇一次的话 瘦蛇没有那么聪明 瘦蛇会烂掉 所以要怎么样做呢 我插入的东西有 只有两种可能 插入在左边或插入在右边 假如是基数格的情况 那基数格的情况的话 如果跟它一样的话 不管左边右边都可以 你可以随便把它设在其中一边 那当它加入左边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新的中位数就会是左边最大的 跟原本的中位数 那如果插入在右边 新的就是右边最小的 跟原本的中位数 那这个东西会想到什么呢 我需要知道左边跟右边 左边的最大跟右边的最小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priority queue 去维护左边右边 一个分别是最大 一个是最小 然后假如是偶数的情况下 就是两个priority queue的top 相加除以2 如果是基数的情况下 我就把那个人拿出来 那就是他了 就是看哪边比较大 然后要注意是 刚刚这几题set跟priority queue的使用 都需要注意 这个set里面不能是空的 所以点empty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有个韩式所有的stl都可以用 就是点empty 如果它会 它是 如果它回传true就是表示它是空的 回传false就是它是 fair的东西 这样的话这三题就这样做 然后coforce的e526c2就是练习题的最后一题 这题蛮有趣的 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有 如果真的想不到的话可以在discord或是聊天室问 然后三点的时候 三点的时候我会回来 我会回来讲一下 一些stl跟非stl一些有用的小工具 那些小工具 那些小工具蛮酷的 就是使用上会比会比 学过之前学过一些阵列还要更方便一点 OK好 刚刚的题目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我有的话可以提出来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要讲一些语法上面好用的小东西了 是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原本的值找不到 什么意思你可以传一下程式码吗 TOJ250 你是说你把东西丢进set之后没办法找到原本的值吗 就是你丢进去那个值在哪里 OK 你还要set.fine的 set.fine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它会回传一个迭代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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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像上面示范的这样 says.find那个值会找到那个 但前提是它要存断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says.find也会有人says.end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好那我先讲一下 还有两个好用的东西 第一个东西跟阵列一模一样 就是它就是array 然后形态大小 就这样 它的功能就是这样 它就是阵列 你就把它当阵列用 那它的好处是 当你写函数的时候 然后引述可以直接用这个方法传进去 如果是像vector里面要再塞一个阵列的时候 没办法直接用一般的IMT阵列 这时候就可以用array去做 或是你也可以vector里面再塞vector也可以 这是第二array 然后第二个是bitset bitset的宣告就是 bitset然后大小 它就是相当于一堆布偶值的阵列 布偶就是这个布偶 那它相这个东西跟这个一样 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bitset的好处是第一个 它的速度比一般的阵列还要快上快32倍 32倍 对 然后第二个是b可以支援什么呢 我可以把假设我存的是32位元的整数 然后可以这样 可以吸引i 然后cout b cout然后b 然后这边把i等于b等于i 那如果丢一些数字进去 它就会给我它的二进位的样子 这是第一个好用的点 第二个好用的点是 Streams 如果这个s只有010101的话我可以 它不能丢进去 等一下 哦 它不能这样设定 但是我可以直接用自创的方式把它设定去 它不行吗 哦 它要用别的方法设定去 它只能用 它只能用数字设定去 那它一样有一个方法是 它有一些方法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b点 b点 toStreams 可以回传一个字串 就像刚刚输出的那样子 然后也有b点 to ullong 把它转换成数字 就是 onsignlonglong的数字 那这个好处是可以拿来看它二进位下的东西 或者是 如果你的东西需要大量操作 然后每个都是0101的话 可以使用bit set 会快很多 好 然后除了bit set跟array 有两个非stl很好用的东西 第一个是pair pair会把两个东西绑在一起变成一个东西 它的好用点是 我在存它两个数字的时候分别只要p点first 跟p点second就好 跟p点second就好 第二个比较小 第二个比较小 再一样就是第三个 里面有第三个 只有两个 那 大于的话就刚好相反 第一个比较大 不然就是第二个比较大 就是pair的好用之处 那 那如果你想说如果要三个怎么办 pair不一定int跟int int跟boer也可以 那如果你要三个怎么办 你可以pair里面再一个pair 那我就p点first 然后p点second 第二个的第一个 然后还有p点second点second 然后建议不要包太多 都成pair 因为你也写first second first second 写到断掉 然后 不然有 第二个是tupple tupple可以把任意多个东西绑在一起 那我要存取第几个 就是p 然后注意它要试 诶它是小高啊 看一下tupple tupple的话 它的实用化跟pair不太一样 它reference 好p点 哦 tupple要用get 一几个 然后 然后p 像这样 然后 所以tupple使用起来会比 会比pair还要麻烦一点 那 绑成一个tupple的方法有一个要tai 就是 就是 右桌我有 antii i1 i2 然后 string s1 s2 好 不 那我可以用 kai把绑起来 这样做的时候会 一次把i1变i2 s1变s2 b1变b2 就是tai的功能 那tai是回圈的tupple tupple的 tupple也跟pair一样是 一个一个 是一个 按照第一个排序 然后第二个排序 第三个排序 好 然后 应该说到pair有一件事情是 要讲一下一个 for回圈里面的 应该的写法都是for 然后 变数 然后分号 然后条件分号 然后每次结束 要做什么事 对不对 所以for其实还有一种写法 有没有人知道另外一种写法 知道的话可以举一下手 好 如果看来是没有 那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vector 那 我要便利vector里面的 就是一个一个看vector里面的所有原住 除了 for int i-20 i-V-size i-xx 好 然后我只要 pdv-i相 是第一种写法 但是对于这些STL容器 它提供了另一种写法 A4INT在V里面 这第二种写法是合法的 就是每个INT在V里面 那这东西会怎么样 它会随机便利吗 不会 它会按照头到尾的顺序 所以你可以看到印出来顺序两个是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有个缺点是 它不可以指定一个范围给它 要指定范围的话 C加加14是不支援的 没有办法给它范围 也不能倒转过来 然后要注意一点事情是 如果我按用这个方法写出此次 然后再输出一次 你可以发现到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用的 那为什么不可以输出此值呢 原因是因为它传进去是以值传进去的 所以我要加一个END 比方式是REFERENCE 那我这样设置的时候才会全部都是0 这是一个重要的注意要点 然后还有一个是 当你用这东西变一个MAP的时候 我用这边的MAP的时候呢 我用这边的MAP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AUTO AUTO I4MP 我们可以看到I是什么 I是一个Pair 这边I是一个Pair INT 所以我可以知道 当我变立一个MAP的时候 它的值是以一个Pair去存的 第一个 第一个值是存 Key 就是这样 它会说出1134 然后这些东西 第一个值 第一个会是Key 然后第二个会是值 你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 最后一个语法的小技巧是 TOJ 未来很多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行为空白的问题 就是 题目可能会叫你输入一个整列 然后行为不可以有空白 然后你可能输出一堆东西 还会不可以有空白 想要问一下你们会怎么写 行为没有空白的这件事情 if吧 if if 好 应该大部分人都会是用if 少数人会用三元运算的字 那这一个很酷的方法 我要把它重新输出一次 就是假设这个简单的状况好了 行为换行不空白 那我可以知道每个行为 一定是换行或空白 这有个神奇的写法是这样写的 我把这一段程式码贴到上面来 这段程式码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一个字串 所以这段程式码实际上的意思是 我打在下方做解释 String S 会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我去看它的S I 是否等于N-1 利用这个特性 I 是否等于N-1 应该是一个判断式 会算True 或False 对不对 就是I 是否等于N-1 的True 或False 背后还有E True 就是1 False 就是0 所以当这个地方的条件 就放 它是最后一格的判断条件 当它是对的时候 它就会输出1 否则就输出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前面第一格放空白 第二格放换行的原因 那这样输出的结果就会是 这边后面有一个是因为 我的这个程式编辑器的关系 实际上输出的后面 不会有任何的空白 会直接换行 那也要注意 有些题目有可能设计给 设计给新手 它是后面可能会有空格的 这部分要额外注意题目的说明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 有些的online judge 是采用严格比对 有些是宽松比对 像是TOG是大部分都是严格比对 所以如果你行为有空白 它会顺利run answer 如果你但有些online judge 它是宽松比对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judge的特性 然后要注意各种输出的格式问题 那剩下的时间 基本上就继续继续练习 刚刚的这几题 然后有问题都可以上来问 好